修廠的流線造型 科技感十足的細長車頭燈 車內還搭載17寸超大觸控螢幕 這是美國電動車廠特斯拉的Model S 23日首次載台交車 一台就要價318萬元 充保電能輕鬆還台半圈 從0加速到100公里只需要2.7秒 還搭載了自動輔助駕駛系統 另外特斯拉也在花博公園內 設置6座超級充電站 20分鐘就能充保一半電量 未來特斯拉打算在台灣西部都會區 在增設市站以及50座的一般充電站 台灣首批買家包括特斯拉供應鏈 核大工業董事長沈國榮 一口氣就訂了四輛 而另一個買家則是支出創投創辦人林志成 很多的車電很多的機械零件等等 甚至於它的這個鈦板鋼板都是來自台灣 對台灣將來在電動車甚至於是各種新能源車輛 我想這個人才的培育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啟發 現在交車等了將近半年多 非常非常興奮 等不及要把它開回家 方方面面都是圍繞了怎麼樣打造一個智慧車去做 那現在傳統汽車場比較從汽油車出發然後轉過來 所以它有一段時間是需要適應 雖然要價三百萬元的特斯拉讓小資族望塵莫及 不過專家認為或許能帶動本土中低價位的車廠進軍電動車 最便宜的也要到三百萬左右 所以電動車如果在台灣要普及的話 第一個是這個充電站的一個建置 還有就是這個電池的這個續電量以及續航的里程數 以及最重要的一個是這個取得成本跟價格要能夠再壓低 特斯拉在台灣可能還是會維持一個中高價位的市場 所以中低價位的市場我覺得會有很多國產車的空間 電動車大廠正式在台灣交車 就看能不能夠成為汽車零排碳的轉捩點 記者報告 航軍人楊超成 特別報導